Square Enix 史高威尔恩尼克斯 提到这个游戏公司呢 对他不太了解的观众老爷的第一反应一般是 最终幻想 勇者多恶龙 大厂 精品诸多 了解一些呢 但最近没有接触过的玩家会觉得 这呢就是游戏圈的黄小明 做一步好的 奖励自己一步烂的 如今的SE就像是一台阀门放反了的找气转运车 他无休无止的以114514立方米每秒的速度 持续不断的向玩家喷射粪作 其产量就突出一个又粪又多 一丝拉穿下辈子 直到今年6月 最终幻想16发售 作为SE的破局之作 压保重心 SE颇有一种不成功变成人的破釜沉舟之感 结果发售以后 媒体玩家评价尚可 游戏质量不错 但是销量从第二周开始暴跌 数据不会说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市场表现说明了玩家口碑 而转头一看 最近几年SE的风评非常稳定 非常稳定的坐上了滑梯向下走 一路狂奔直向阴间 哎他妈的 为什么SE变成了这个样子 一直以来呢 我都秉承一个观点 软件行业需要高度集成化与工业化 游戏作为软件的一类肯定也逃不了 所以国内有嗯嗯一样的游戏的时候 我是开心的 除了有时候被莫名其妙的冲 游戏的工业体系在国内走向成熟 好事儿 而大洋彼岸的日本呢 肯定是不缺工业化的 他们自己就是游戏行业规范的制定者 就像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不会意识到 咱也不敢说 咱也不敢问 666 起飞 YYDS 这些已经融入到生活语境的梗 都来自于英雄联盟 英雄联盟玩家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是互联网语言环境的主要塑造者 类比之下就是有些时候 日本的行业头部对行业的影响 都是潜移默化的 而SE在日本公司里呢 确实相对比较特殊 一方面来说 比起任天堂索尼 甚至万人唾弃的可乐美 他们在行业规则的开辟上 并没有那么大的成就 另一方面来说 他们手里确实有诸多超级IP 我估计看到这又有人要跟我杠 什么勇者斗恶龙和FF是现象级游戏IP啊 开辟了一个类型 这还叫没那么大成就 我只能说横向对比 在这能给行业定规则三位面前 SE确实差了个档 回到正题 在游戏工业化已经高度成熟的日本 所谓商业表现 也就是财报好不好看 掐住了游戏公司们的命门 那就只能从不同的方向上去卷 一卷玩法卷创意 二卷画面美术音画表现反馈效果 三卷产量 SE这几年走的就是第三条路 卷产量 靠着手里的IP疯狂的出内容 没有IP的作品也试图创建IP 萝卜快乐不喜倪 一年发布19款游戏 在如此之高的产量之下 保证质量属实是不容易 结果就是 除了有稳定前作经验的 可以狠狠恰恰老本的 其他游戏 全计了 就像像是不能硬套公式一样 游戏也绝非公式化天启要素就可以 而SE甚至没有守住工业化的底线 音画程序出品稳定 就这些作品 说他们吃老本都是在夸他们 他们的质量甚至不能让SE手里 这些老逼登IP爆出来金币 虽然下半年高手 其些发力让我工伤严重 催发了抗药性 以至于魔咒之地 现在已经对我无法造成什么伤害 但是究其本质呢 它的优化确实也是做的一坨烂 对吧 画面设计也确实被同级别的游戏公司 甩在身后 场景糊成一坨 时不时蹦出几片 晃瞎人眼 又脏兮兮的光污染 战斗画面的粒子特效 过于夸张 显得反馈非常怪异 去年的路行鸟赛车 网速快的玩家 先发出这种逆天bug 让人笑掉大牙 而如何判断网速快慢 还得看SE的服务器的机魂 想法如何 这类问题真的实在是 不应该发生在SE身上 再怎么说你也是个成熟的大厂 多少年经验积累 就像是一个数学系的大学生 你跟我说伟达定理 你也忘了 这不合适吧 之前我看有up主 在那儿瑞评同行 说啊你们这些尬黑 劣质测评 只会吸引眼球 同时还说什么 魔咒之地 他自己觉得还行 自己玩的挺开心 我倒要问你 一个游戏的基础 只流畅运行和基本画面 每学都做不到 你又怎么能在 洗这个游戏的时候 舔着脸说自己客观的 你呸吗 而SE最近几年 类似游戏层出不求 除了上文提到两个 还有去年的巴比伦陨落 虽然在今年业界 学泳之下 显得有些眉情目秀 虽然是白金代工 不是自己的锅 但是质量也确实 这还能说明什么呢 SE的运营和合作部门 也完蛋了 神领编剑史 也是一坨和巴比伦陨落 质量不相上下的 窝龙凤雏 在今年也能算是烂的 不是哥们儿踩一捧一 就拿最近的游戏作品来说 你看原始奇变 他也做的不够好 卡普空也挨骂了 但是人家至少在工业化的部分内容 是没怎么失水准的 问题是出在了创意上 你SE现在游戏的理念都快搞不懂了 都快拿着金饭碗要饭了 守着诸多好IP 把自己财报快玩崩了 你在干什么 你的QA呢 你们游戏上线之前不测试的吗 你们没有基本的风险控制预期吗 萝卜快乐不洗泥 没见过土里拔出来 直接按往玩家嘴里塞的 上面还沾着农家肥呢 玩来玩去 SE最后招牌砸了 都不用我说 被坑过几次的玩家 自己就会把SE的口碑传递出去 最后和烂作化等号 SE出品 避暑泻品 那最后谁能得到好处呢 可能也就是其他游戏公司了 接下来就是创意部分 去年的北欧女神也好 今年的八方旅人2也好 FF16也好 虽然口碑参词不息 有好有坏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 在玩法创新上 SE是真的没活了 游戏玩法 无非是原来那些公式进行排列组合 你说SE要是一直纯罐装食品生产商也就罢了 但他们也是亲手做出过扩散性百万亚瑟王的公司 如今所有的二次元手游在江湖地位上都得喊一声父亲或者祖父 你说他SE烂 但是他确实影响了一个行业 只是自己太烂没把握住 把机会白白让给别人 都说到这了 还得聊聊之前欠大家的最终幻想16 最终幻想16真的凑出一个吻 音乐美术顶级演出效果顶级 属于是普通玩家一眼就能知道 哇好牛逼 但是玩法可以说就是最传统的日式RPG 往深处去挖得到的还是那老一套 都不用业内人士 你就是找几个类型老玩家来 他们都能猜到 下一步设计是什么内容 Core Loop结构清晰的像X光下的骨骼 今年的游戏系统策划校召声 如果谁有PS5 那我建议拆这个的系统 因为至少真的很简单 游戏的设计风险与机遇并存 最终幻想16这么做 在玩法上消灭了失败的可能 但是也亲手扼杀了自己突破的机会 此外主线剧情之外 支线剧情通马桶被多少玩家诟病 为什么 因为没有新鲜感 越打到后面越无趣 重复机械化的刷下去 只会让我觉得 那个列表里的白金奖杯 是索尼和SE联合起来 折磨我的手段 不过呢 我不会觉得它的烂 我反而会觉得 FF16这个类型 就是SE现在该做的本分 它毫无疑问 是一款不错的游戏 我只是觉得可惜 最终幻想16 有过和王国之类 一决高下的潜力 但是他们只选择了 保住下线 别人重渡荣光 一不容辞 SE再打进四强就算成功 哥们 这是被外界寄予厚望的 最终幻想16啊 这下星空王类会是决赛了 你们四强了 我不清楚啊 FF16到底是否有很多创新 只是被弃用 这个问题呢 我只能等非案公开了 才能知道了 当前我只希望SE其他作品 能先保证下线 虽然没有新鲜玩法的加成 虽然SE这样做 也是在慢性死亡的道路上 但是至少可以吃一吃 IP粉丝的忠诚度老本 压榨一下 极天直树的天赋 再等一等 等下一个天才来拯救自己 因为毕竟 在一个有成熟游戏行业环境的国家 音乐 画面 程序都可以用钱来解决 而唯独玩法上的创新 那是靠钱 砸也砸不出来的 除非你能把小岛桑砸过来 以上的两个问题加在一起 其实归根到底 是谁的问题 是SE的内部审查监管 出了大问题 对游戏的开发过程观察 出现了独职级别的胡吃 就他们压根没想过 自己做的是游戏 就像是一个年过三十的过气偶像 全靠以前的粉丝基数疯狂套现 我就是要狠狠的吃我的粉丝流量 这无疑是在赌博 我要是成功了呢 还可以再红一段时间 这要是失败了 怕不是只剩素人下海挂牌的份 说到今天直树也得聊聊FF14 为了做这期视频呢 我特意咨询了一下 两个2.0版本开始的老FF14玩家 想着怎么说最后也给SE挽个尊 结果呢 还不如不问呢 UP本人并不玩FF14 以下部分内容为两个老玩家的原话 如果有问题 还请弹幕评论指出 我及时修改幻缘 SE在5.0版本之前 在玩法上还下功夫 最近两年开始把FF14 当成摇钱术稳定吸血 国际服P8S手周 树枝卡到死 只能用特定职业组合 才能过DPS检测片 直接把几天植树每一个职业 都能进本的话塞进核定本 打肿自己制作人的脸 官方带头搞职业 其实你见过XXX你妈 欧米加绝境检测站的 无治疗过本和强制职业组合 把战法木铁三角搞成了笑话 职能的本职工作被模糊化 副本难度纯靠数值堆和优星级处理 打完这种副本不会开心 只会想亲手放飞SE数值策划的妈 要不就是送他去陪秦始皇 还能封我一个票机大将军 策划教你玩游戏 不想被教 还得全队玩命叔叔 同时赌运气 国内玩家已经很克制了 海外玩家都在持之以恒的 狂喷SE这群臭孤儿 我是万万没想到 玩个各大游戏都是爹的奶 在这居然是被官方带头歧视的 那个玩家 那我还玩你妈呢 我在玩你的妈 再过一年给你SE生个弟弟 然后呢 就是一段不能过审情绪 更为激动的脏话 如果这段话属实 那SE可是真真实实的 狠狠的被刺了自己巨大的玩家群体 在这种环境之下 你SE的口碑怎么可能好呢 财报一泄千里 口碑一败涂地 无论哪类玩家 在你的游戏上都找不到乐趣 就如我现在所说 现在的SE 根本不是需要做出什么 一两款好作品 他们真的需要 从头到尾好好彻查一下 到底自己的监察 管线 QA 风险评估 到底出了哪些问题 去年的DQ10离线版 这种IP作都能做成那种敷衍的样子 神领边界使这种彻头彻尾的 败名声的作品 能直接上架 你说SE的内部是绝对健康的 你他妈在跟我开什么玩笑 就算是哪天SE真的记了 现在换波雪 至少也能让他们多狗一狗 毕竟 他们确实给我们带来过快乐 唉 本期视频内容就是这样 如果喜欢请点赞 关注支持 拜托了 三连看观众老爷们的心情 能给还是给一给吧 碰碰碰 给大家磕头了 我是爱游戏的GN Trigger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